好的 最近幾乎已經有連續兩週 大概臺灣都有一些 每天都有一些局部的大雷雨出現 這個變化的很慢 主要是跟整個東亞的這個天氣形態 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的這個長江 華南這一帶進入梅雨季以後 我們臺灣 這就是變成在他的封面前面的 這一個暖氣團裡面 上面覆蓋的是高壓 那由於這一個大氣變化的很慢 所以氣氛就變得持續的高溫 但是他又不是很穩定 因為這個高壓的強度 因為他中心離臺灣很遠 所以就會在午後都有對流發展 像這樣的天氣形態 可能未來一週 可能都還是蠻類似的 那我們從這個天氣圖上面 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 這個太平洋高壓中心 離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臺灣這裡算是他的邊緣 所以在今天的午後對流就相當的旺盛 尤其在北臺灣這一帶 那到了週五的時候 從預測資料看出來 這個高壓的中心就比較接近臺灣了 這時候沉降的作用就會比較強 那會壓抑午後的對流 所以週四週五這兩天 午後還是有這種對流發展 但是他的範圍會縮小 而且會比較靠近山區 所以在但是這種變化 並不是非常的大 到了週六又水氣進來了 又變成不穩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衛星運圖上面顯示出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午後的對流 北部的這一顆是先發展的 那中南部的山區 目前對流還在消漲漲漲漲當中 那一樣的 因為很晴朗 所以今天的氣溫還是升得很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播就可以看出來 今天的午後對流是北部 這一個地區的這個對流最早發生 然後而且強度也發展得相當的強 那到了五點以後 這一個南投這附近的山區 這個對流還在消消漲漲漲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今天的降雨 就可以看到這個雨 雖然說不是全面每個地方都下到 但是碰到這個雷震雨的地方還不少 可以看到北部 中部 還有這個花蓮這一帶 它清晨就有昨天所殘餘下來的雨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雨是這樣分布 那食雨量最大的 可以看到在新店 有食雨量達到一百零一的 南投的雨池也有八十 像這種雨如果是排水比較差的地方 可能都有短暫積水的這個現象 所以對於這樣的天氣還是要注意的 而且也可以看到一樣的是就是裡面會有比較強的這個大雷雨的現象 範圍也會擴大 所以明天還是要持續的注意 那未來呢 這個禮拜三次就是明天了 那禮拜四禮拜五就剛剛介紹的太平洋高壓的強度 稍微增強一點 醫治了這個午後對流 所以這個對流會比較少一點 還是偏熱 禮拜六這個對流又開始增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氣溫 也就是在明後天的溫度 以臺北來講都是三十七度左右 只有在禮拜五可能還會更高一點 之後又是維持高溫的情形 前南灣都類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明天晴朗炎熱 所以要注意防曬防中暑 午後還是持續要注意這個大雷雨的現象 週四週五有一個比較太平洋高壓稍微強一點 讓這個午後對流的範圍縮小 強度也稍微減弱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